去演奏 但主旋律还是都在 B小提琴身上 没错 在A团里面就分的声部会越来越复杂 有第一小提琴 有第二小提琴 甚至有中提琴 这样子刚刚大家有没有看过的乐器 出现大提琴 所以声部越来越多就考验的孩子们 他们自己对于聆听 组织 甚至是去配合默契这样子的方式 那第二首我们要带来的是左右左右 光这个歌曲的名声就可以听得出来 他们的旋律性不可能都会只有停在小一的声部 他们真的就是会左右左右换来换去 所以等一下你可以从他们拉出来的声音听听看 旋律是不是真的也有左右左右摇摆的感觉 第三首是Eligi and Dance Eligi是杯歌的意思 所以你会在一开始听到比较缓慢 缓慢的曲子对孩子来讲是最难驾驭的乐曲种类 因为你要叫孩子快 他会很兴奋 他会很高兴 你要叫他慢下来 应该爸爸妈妈比我更有经验 因为通常要叫孩子冷静下来或是慢下来 蛮困难的 慢的曲子连接到中段的Dance 这样子有比较快的速度 速度的转换 就欢迎A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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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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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